最近,威尔氏亲王威廉和威尔氏王妃凯特的一次私逆行动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们在上周五晚上悄悄地前往伯克郡的拍卖杭州里斯参观 这次突然的行动让人们猜测他们是否对古董感兴趣 或许是为了给家人买一些特别的礼物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据一位古董行业的爱好者透露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在拍卖行里显得非常感兴趣 他们专注地观察着每一件展品引起了在场人士的兴奋 这次拍卖会是由罗伯特、凯姆的非凡收藏组成 他曾负责为查尔斯国王的住所进行装修 这个拍卖会的拍品数量接近一千件 包括了各种珍贵的古董如墨沃尔地塔和德尔夫特花瓶 预计这次拍卖会将至少带来150万英镑的收入 凯姆是一位备受推崇的室内装饰师和古董商人 他的设计风格既有灵感又低调典雅 他的才华赢得了众多名人的崇拜 包括达福尼、吉尼斯、劳埃德为伯爵和夫人 以及普特南勋爵 这次拍卖会的成功也是对凯姆的一种致敬 虽然朱维茨和肯辛顿公拒绝对威廉和凯特的访问发表评论 但有人猜测他们可能会通过电话进行竞拍 也有人认为他们购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给凯特的家人买一些特别的礼物 也许他们不会购买价值50万英镑的乌沙克勋章地毯 或者价值4000英镑的乔治二世长岸中 但他们可能会选择购买一些更适合作为礼物的物品 比如价值2000英镑的15把青铜时代斧头 毕竟送给婆婆的礼物需要考虑到她的品位和兴趣 这次突然的拍卖行之旅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和兴趣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他们的行动往往引发公众的热议 这次他们的古董探险之旅 也再次展现了他们对文化和历史的热爱 对于古董爱好者来说 这次拍卖会是一个不可错过的盛会 罗伯特、凯姆的收藏品堪称瑰宝 其中包括了许多珍贵的古董 从莫沃尔地毯到德尔夫特花瓶 每一件展品都散发着历史的魅力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这次拍卖会预计将创造至少150万英镑的收入 这也是对凯姆设计才华的一种认可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参观行动 给拍卖会增添了一份神秘感和兴奋感 人们纷纷猜测 他们是否会通过电话进行竞拍 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一些特别的古董 在前一天 威廉王子还单独参观了可持续创业公司的总部 与正在开发创新解决方案的企业家们会面 以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当他到达时 威廉受到了内部气候先锋们的微笑和兴奋的欢迎 忠心充满了热情 向殿下展示了他们加快绿色转型的工作 很荣幸能欢迎威尔士亲郎 可持续投资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 他的访问凸显了支持具有颠覆性想法的初创企业的重要性 威廉的第一战士 EarthShot奖决赛选手 林苏泰瑞斯的一个演示 他们的无气轮胎可以改变交通方式 王子对他们的想法很感兴趣 一位助手说 他认为无气轮胎有潜力 通过提高燃油效率和寿命来显著减少排放 因苏泰瑞斯首席执行官西蒙 艾文斯对如此致力于倡导环境解决方案的人的兴趣感到兴奋 王子还参加了即兴的头脑风暴会议和产品演示 房间里充满了电 Diversicum VC的创始人塔什玛哈米德回忆说 他介绍了自己基金的使命 有王室成员亲自投资支持代表性不足的气候企业家 这太令人鼓舞了 当中心的社区聚集在中庭时 威廉赞扬了他们以所需的速度和规模进行创新的不懈努力 他专注地听着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分享他们的巨大影响力的梦想 尽管他们面临着潜在的系统性挑战 但威廉提醒所有人 团结起来 这个生态系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解决方案 看到他的信心 创始人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在离开之前 威廉王子沉思着说 在严峻的气候头条新闻中 像这样的地方让我对人类应对任务充满信心 作为可持续发展未来的风向标 可持续创业公司 以其证明合作和基层行动 可以推动我们所需的变革的成果而自豪 有了高层的支持者 未来变得更加光明 尽管挑战一元巨大 但在这一天 新的乐观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哈利与梅根 既无法维持他们高昂的生活 也无法维持他们充满利益纷争的婚姻 哈利一向无脑 梅根从来不明白如何参与创造双赢的项目 让大家都受益 而凡事动不动撕破脸 导致一切无法挽回 一如他们被上流社会排斥 被贝克汉姆夫妇 乔治 克鲁尼夫妇等断交 他们闯到好莱坞失败 所有的制作公司几乎一致地选择抛弃他们 当哈利王子在北美被高呼为乞丐王子时 已经暗示他所有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 一国他乡的日子不好过 与王子也一样 作为王子离开王室在就业 完全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梅根依然不懈地抓住任何一次机会 能够掀起曝光和讨论的流量 比如他指责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泄露他美容的秘密 几乎所有的黑人美容都是为了变白 这算是什么秘密 但是高调登上媒体的撕扯 让人厌烦 终于求垂得垂地引起一系列负面反应 得了 梅根又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浏览社交媒体 看看众人对自己的负面停价了 梅根总是擅长在小细节上打算盘 毕竟他们基本上被洛杉矶上流社交圈抛弃 这不难理解 谁也怕被所谓的朋友出卖隐私 据说哈里王子想去非洲住一段时间 这就意味着他们夫妻面临分居的可能性 毕竟非洲啊 梅根这种过惯了奢华生活的人 怎么承受得住非洲的原始与荒凉 极简的生活是哈里王子想要的 但绝对不是梅根想要的 维持与梅根的婚姻或者结束与梅根的婚姻 对于哈里王子来讲 同样困难 哈里王子是一个脆弱的人 他无法面对婚姻的失败和接下来的生活 哈里王子与梅根本质上来讲 终究不是一类人 人生的追求方向也截然不同 继续下去 也是哈里王子无法忍耐的 此外根据一位知情人士爆料 梅根的二叔兼老主顾安德鲁 已经和查尔斯三世达成了共识 他不会被国王哥哥赶出家门了 虽然谁也不知道这协议是怎么达成的 反正远在米利国的哥儿节总算松了口气 毕竟前一阵子被逼极了的老安曾经表示 如果大哥逼得小弟无路可走 就打算写本书 回忆一下我的一生 而鬼才知道 二叔的一生里有没有我们公爵夫人的影子 反正谁光着膀子 给二叔擦过防晒油地球人都知道 而且也大家也都很好奇 擦完油之后 这对望年交去哪读剧本去了 而以现在的光景来看 这本书肯定近期是不会写了 其实倒觉得 哥姐没必要认为 和二叔的这一顿过往是自己的人生黑点 凭什么男人说起自己的风流运势来 就可以得意洋洋 口泛白沫耳 而作为女性就应该心怀愧疚 低人意等 公爵夫人不是一向主张男女平等 女性父权吗 大可以主动曝光 一下自己的旧城往事 让那些臭男人知道 这个世界定不是只有渣男才喜欢极油 女人一样也可以当海王 对于哥姐来说 对旧爱如属家珍 也是一种成功的回忆 如果没有那些厨子啊导演了 没有那些游艇经历 我们公爵夫人 就凭她那三脚猫的功夫 也许现在还在天天跑片场试镜头 为了一碗沙拉而努力奋斗呢 所谓因此不问出处 不管怎么样 雷根现在算是成功跨越阶层的成功人士了 按照美粉的话来说 就是整天算我们夫人也没用 人家敌你们过得强多了 对于牧强的人来说 任何成功的经验都值得借鉴 所以二叔不写 差点当上的 二婶可以写吗 名字都替哥姐想好了 比如说 故事会提的 爱过她之后 我才知道我爱的是她者 穷瑶提的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还有女权提的 走过王室两代男人的觉醒女性 保证比小板凳热卖 甚至能超越备胎 反正公爵夫人 现在无事可干 天天在家抠脚 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更何况 家里每天出去的多进来的少 还不赶紧拿起地 弄点钱花 还等什么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